我又再试了一次 这个是之前的课计 你看这边讲的都对 我问他说,经过上次的练剂 你已经学会如何产生一些故事跟图像 协助我进去对吧 是的,我可以 他还帮你讲那些 可以加分记忆效果吗? 他问你有没有特定的课计要帮你创作的 我就随便讲了一个事情 我的历史很不好,我也不知道在这里做 你可以列出历史上跟台湾有关的课计名单 然后帮我课计记忆吗? 这是我随便问的 他就帮我处理一下 这是台湾史的部分 这个对不对我不确定 因为我在问的时候 各位使用空拍的时候 应该会知道 他这边会有一个 你是要创意的还是要 他那边有一个选项 那我一般都是用这个创意 创意的他有可能会 读多乱讲 成分会比较多 但是我们平常当老师 其实你要 就是要很有想象力 所有平方都放在这边 但是如果你是要有 比较精确的人 你应该是选项 那我不管我只是做烈子 好,所以他就产生了这个结尾 假设真的没有错 然后他就接下来我帮你创作一个故事 小明的时光旅行 他就是一个热爱历史的小学生 他找了一本神奇的书 然后这本书可以带他 他创意的时光 亲身体验台湾的立体世界 然后可能这边他又变断了 他又直接 就是这十个时期 他又到了 然后我就再 但是最起码 最起码前面 我们不用跟他讲那些 什么方法跟同学议制的东西 我说 你这个方法是根据时间走的 当时有点苦吧 不过你很清楚 然后我顺便跟他解释了一下 认知记忆的东西 所以可以多感官 可以闻到味道 听到声音 你可以再重新创造一个吗 然后他就是同时的问题 然后他就说明白了 我再帮你重新创造一个 你看这边 我可以透明 和志时期 小明来到1624 他闻到海风中夹着浓浓的香料味 看到荷兰人穿着艳丽 鲜艳的服装 在台南建造热兰歌坎 他听到石匠敲打石头的声音 感受到热带阳光的视频 你看 那个和志时期 这个荷兰人的特色就是香料 然后艳丽的衣服 然后在那边做热兰 在那边建造热兰歌坎 所以把那个相关时期的重点都含在里面 所以他是不是很厉害 然后就是这样 他每一个都有这样多感官的一些局面 他的讲法就会慢慢的越来越深重 进步了 能不能再将世界名声完美的容在继续 但是他还是会在这个方面有交易 所以这个部分比较难 看怎样还能做修正 好 那已经不错了 我不太想冒 因为他有点进步 好 我再给你一个例子 比如说228事件 我就这样形容给他 爆炸声让小明从墙上惊醒 街上喧闹的吵杂声 让小明挺好奇发生了什么事 小明一眼看到墙上的日历 厚厚的牛皮层上 走大的1947的数字 原来他被传送到1947年2月18 你看我把这个东西怎么融在故事里面 做了一个很明显的案例 然后他就开始了 结果他把我的 有点造操 有点造操 可能他还很难学的会 但其他的大部分他还没给 但是这个可能要多训练几次 所以我跟他说 大家会在想象力 每个都要改 都要不一样 所以他就 你看他又开始了 鬼打墙 但是还是只有这个感觉 然后你这时候要注意一件事 工作暂停区 这件事 就是每一个AI 他在对打的时候 他有一个工作暂停区的容量 当他超过了那个工作暂停区 他就会忘记前面的区 所以前面你交了他什么 他可能会忘记 所以就会开始有点回答前面 没关系 那你就再慢慢训练 所以后来 后来他这边就有一点感敬 他有点感敬 我就称赞他 比如说正式制台 你就可以形容一下中国人的包 上马 你各中国人 他亲自的时期 你可以用木头制的落后科技的舰队 来形容 因为外国都已经舰阶套力 结果台湾还可以做木头的 清朝还在用木头 所以就再给他一个体力 然后他就改了 你看那个荷兰池嶼这边 他衣服上还绣着金色的池嶼这一张 然后正式子弹 你看这边讲 青铜眼月刀 刀刃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他骑着强重的战马 马迪森震恨大帝 震恨上刀光剑武 火药的味道弥漫在空地中 他听到士兵的骂喊 感受到战马封城的症状 这是中国人 对很明显是中国人的武力 好 再来亲自实体 他形容没有那个木头床 清朝的将领 在海上避兵 然后船殿沿护头造成 虽然看起来有些弱厚 但是避兰龟临 穿着清朝的裤子 手持长矛跟弓箭 你看他真的是有变通 然后后来我们再跟他调整 美意岛事件也可以把它放进去 那个起因跟核心 你不用解释太多 他知道了 然后白色恐怖也处理一下 所以他在这边 你看 美丽岛事件 这一天是国际人权录 那时候还没讲国际人权录 然后一群党外运动人士在高雄 鼓势游行跟原本 处求人一几分次 终结党性跟戒业 然后突然间 把这个集结形容一下 你看 他其实形容的蛮完整 那我们就会知道原来美丽党是这样的 然后那个 台湾民主化 也有这个选举跟戒业 那反正他就会 步步的去改善 那最后讲到甲午战争 那甲午是指中国人专业的方式 马关条列是 马关是一个地点 你可不可以把它制入 看哪里面 这边还有改善 所以你看 他见识了甲午战争的报告 就是中国传统纪文法的甲午 所以这一场战争被称为甲午战争 这样就比较容易被人 然后就签马关条约 这个条约是在日本有关系 你就不知道 这可能各位要再查证一下 那反正他就有模有样 可能也有样 所以 你看 重点来了 各位这个是第三个作业 注意看 第三个作业来了 你能不能把这些事件名称串联起来 用弦音编成一个顺口六 诶 得兰捧法来自台 正成功刀马 刀马战豪迈 我就说了一个字 这样就很容易 如果洁癖 这个七个字就是一定要七个字 清朝故传海上来 甲午战争马关间 日治铁路可特开228 228四烟烟战 关注鞭炮声声响 白色恐惧可怜 美丽保障人权 民主权举自由安全 你在上课的时候 讲那么多东西要被很困难 顺口溜一来 念每几次 我给你讲 全班同学都记住了 好 再来 所以我会赞你的那一句 好 请他顺便申个词 如果你每一个那个 事件 都可以申一张对应的词 就像小朋友备堂的词 很困难 因为你老师没有做这一件事 那现在你把他 他其实都有伸 可是他那个 那个记忆模式就看不到了 所以我就伸了每一张 就伸了一张词 那所以接下来做什么事呢 各位 这个部分想比较会练起 不用了 我们就直接进入最后那个词座的词 好 我们那天有介绍一个Kuno 不过今天有些老师是第一次的 请各位 等一下呢 直接到SUNO的网站 这是一个 可以帮你制作音乐的 音乐的网站 那请你用Google去连结就可以了 用你的Google连结帐号就可以去登录 SUNO 那 请各位登录一下 然后 你刚刚 如果方便的话 你也要找一下 你想要让学生费题 请Chair GPE帮你登录座链 好 因为我们需要有词座链 好 那 所以 各位 方便先还给各位 好 好 好 现在 他一直有在换新版本 现在好像到一首可以四分钟 之前是两分钟 对 所以 会比较长 对 好 这是第三个作业 好 各位主持人 对 SUNO加7古连 这个 顺口6 你随便 随便找一个 其他方便 要去那种 可能需要背的那种东西 然后帮他 帮你 生成一个顺口6 这样 这个是我们在 明天有的一种道理 因为明天 不是明天 礼拜 第三天 第三天的那个教学技巧 那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诀窍 苏可老师 不是 不能只会那个故性 还有很多 音乐也要会 然后那个 那个 写歌 写词都 都要会 反正就是不择手段 让学生 让学生 能够 让要背的东西 要学的东西 可以很简单上行 好像我们很多教材交房 有时候老师学的 会忘记 对 但是如果编成一个顺口6 你应该很容易记得 所以我推运算之类 我也有一个顺口6 我会去日常的这一首歌 然后呢 我会去订阅 我会去订阅 那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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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各位主理一下,我分享的部分改成用分頁分享 這樣那個線上的夥伴成下應該可以聽到聲音 好,SUNO給各位的那個Code免費的比較多 五百多個Code免費,然後好像是每隔多久就會分心一次 所以他生一首歌好像只要五點,他就會分心 反正可以用很多,可以玩到很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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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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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是demo的部分 那我简单讲一下体货 好 感谢观看 音乐风格是我们最不了解的 因为我们是听音乐人 那所以从哪里看呢 回到手 这边有个探索 这下面的树南的下面有个一个参索 这么多种 不得了的多种 所以你想听哪一种风格你就直接剪下去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边会出现一个播放的控制台 它就会播给你听 你可以再去听 那反正就是你可以选一种你喜欢的风格 把那个名称复制下来 所以假设我现在随便用下来 你就把 让英文变回英文 我把这个名称复制起来 它应该是可以点进去直接跳进去 然后回到刚刚的CREATE这边 CREATE就是你自己要做的 那你就在这里 这个是客字化 它是什么呢 就是客字化 你就可以把你的音乐的STYLE丟在这里 或者呢 如果你不这样选 你直接挑那个关键字的英文 比如说ROCK 我们知道的音乐很少 中文可以试试看 中文可以试试看 中文好像有个电视的ROCK 假设这样 ROCK BLUE 好 燃掉的ROCK 好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那个 我刚刚的那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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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过来 所以你有词 然后这个不要开 这个是纯音乐 你开了它就不会有歌词 所以就是客字化之后 你可以词贴在这边 然后这边贴你的邀屏 用华语 用华语 国语它好像会用金箭 所以国语它认为很新的地方 那还有什么要求 你可以搜查到这边 好 那这个抬头就是 就是那个抬头 就是这首歌的歌名 好 就直接按抬头 两手 按一次伸两手 然后大概十来秒左右 就会伸好 非常的快 然后 伸好之后你就可以去诛 好 然后 然后就会把歌词出现在这边 然后开始做给你 好 你们非常惊艳 从来没有做歌词做直 做直的AI可以讲中文 这是第一个可以讲中文 而且是分成整首歌就分完了 所以你可以想象未来 小朋友学习会夺门的快乐 每天都要唱给你 好 那你觉得如果这一首 你觉得OK了 你就留下来 觉得不好 就再出去放个公平 然后这个地方呢 如果你觉得按赞 觉得不错 你就给它按赞 那如果你要public 让别人可以搜索得到 你就这个太过量 那如果你要分享这一首歌 给别人听 那你就 这个 Copy link 好 Copy link 就点一下 好 点一下之后 你就可以分享 给别人一个联络 好 所以我们等一下呢 好 我把联络人分享一下 就是刚刚那一首歌 就可以直接给别人的联络 好 然后 我们的作业 剩下的时间 就等这位做作业 作业就是这样 你把那个连结 你看一个加 顺口六那边 你把你的那个连结 直接联络 就是歌曲的连结 直接联络 然后自己会生一个词 就是刚刚那个封面 然后请你就一样 这个就联络 好 来 你的名字 然后你做的那首是什么歌 好 然后你可以把你刚刚的那个 顺口六贴在下面 这个就是各位第三次的作业 好 所以简单的说就是 我把画面还给你 就是你把你想要给学生学的东西 就是你把你想要给学生学的东西 想办法让你 CheckGDP 把它变出一个顺口六 容易记忆的顺口六 然后来这边生成一首歌 好 就这样 好 这是第三次的作业 只要三次作业有写完的 那个讯息列的那个email 直接跟我讲 好 我就会把序号寄给你 好 有两个 一个是 一个是 以目录影的 90天的 全功能的 句号 另外一个是 里面下载 30天的全功能的 这个句号 好 好 那个线上的朋友也是一样 线上的朋友 三个作业都有做的 你就是email给我跟我讲一下 然后我就会把序号寄给你 把序号寄给你 那限额只有50名 限额50名 先盗先盈 所以各位加油 那做的过程中有任何问题 你可以再 你可以再讨论